哈囉大家好我是苗柏亞議員 今天在這邊幫大家辦理台北市的老人卡三倍券加碼一千塊的活動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苗 台北市政府針對三倍券推出了禁老卡愛心卡 以及高中子學生證的加碼活動 不過我們聽到很多民眾反應說 這個規則真的太複雜了他們搞不懂 所以我們的團隊辦了一系列的這個街頭的活動 來跟台北市的老人家跟台北市的市民 說明這個活動到底是怎麼進行的 現在我們大家一起來看一下吧 安議員 對我信箱收到這個傳單 這是怎樣 這是我們阿倫 我們今天是來幫大家辦這個 台北市新老卡愛心卡 跟高中子數學生證的獨家優惠 因為一般的人 這個把這個三倍券綁在信用卡上的時候 是刷三千退兩千 沒有 我沒有信用卡 對 沒關係 我們台北市的禁老卡你有 我哪是禁老卡 不用被坐車 那個 坐公車坐坐穿兩千 我坐車不用錢 沒錯就是搭車免費那張卡 那張叫做禁老卡 如果說把三倍券綁在我們台北市的禁老卡上的話 刷三千可以三千全部退回來 沒有啊 我不用 我大車不用錢啊 對 妳那張禁老卡呢 其實同時它也是一張悠遊卡 妳平常有去超商或是去全聯嗎 全聯啊 對喔 那張禁老卡 它可以在超商就是 全家Seven OK 萊爾富 還有包括全聯 包括佳樂福 包括大潤發這些賣場 都可以買東西 還有吃神式康四美也可以喔 這樣喔 那要怎麼辦 這個很簡單 那妳只要呢告訴我們三個東西 第一個妳的身份證字號 第二個給我一支可以收簡訊的手機號碼 第三個呢妳那張卡片後面有個卡號 那我們今天可以立刻幫妳上網做登錄 那要怎麼用 怎麼用喔 好 首先呢 第一個是從7月15號開始 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號 任何使用悠遊卡的地方 都可以算進去 包括我們有時候出去玩呢 搭台鐵 搭台鐵刷悠遊卡也算在這三千塊裡面 或是說我們去一些外縣市的其他地方呢 可以刷悠遊卡的地方 全部都可以算進去 但是幫我注意一下喔 這個買一間不能算進去 還有妳本來做收允費的那480點 因為妳坐車本來就不用錢 那本來就賺錢 所以這也不算 那妳幫我累積完三千塊之後呢 滿消費三千元 它會傳一支簡訊 有一個傳到妳剛才給我 傳到簡訊裡面之後 妳呢 收到簡訊 到那個超商 全家啦 Seven OK 萊爾夫 到超商 拿著卡片跟店員說 我要把我三千塊拿回來 拿店員呢 就會幫妳把三千塊放回那張卡片裡面 妳又可以繼續去買東西了 什麼 我要放三千塊喔 譬如說喔 我們去全家有沒有 買營料 買一百塊 妳本來不是拿一百塊給付錢嘛 對不對 但是現在妳拿一百塊 跟妳那張老人卡 去櫃台跟店員說 幫我把一百塊存在老人卡裡面 然後再用那張老人卡去付錢 那妳要用的時候再存 妳可能也是用一百 用五百 用一千都沒有關係 累積起來買三千塊 從7月15號開始到今年12月底 累積滿三千塊就好了 那三千塊 我存三千塊進去 他給我三千塊不是一樣 存三千進去 然後他還妳三千塊嘛 所以妳本來買的那些東西 就是免費送給妳的啊 那一般人的話 花了三千 一般人只有退兩千 但是我們台北市的老人 市府還給妳加碼 多退妳一千 等於百分之百全部退 如果妳平常有在用熱油卡消費的話 這是一個比較划算的方案 我沒有花到三千塊怎麼辦 如果沒有花到三千塊 這優惠就沒有了 所以說妳一定要注意 12月31號就是年底之前 要累積到三千塊 如果妳不知道妳累積多少 妳可以上網去查詢 或者是妳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也可以幫妳查 那郵局那是拿一千 可以有三千 那我還要花一三千 喔 郵局那妳拿一千去買嘛 對不對 他給妳三千塊的券嘛 所以妳是花一千塊 但是買三千塊的東西 妳等於賺到兩千塊 對不對 我們這個是花三千塊 可以買六千塊 妳等於是賺到三千塊 妳不用在Seven一家花六千塊啊 我們剛剛講說這可以累積嘛 可是妳用悠悠卡的地方 都可以算進去 所以如果妳本來啊 就有去這些地方買東西的話 半年累積三千塊 其實很容易的 啊我下次再存三千塊 也有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一人限領一份 一人限領一份優惠 所以說如果妳本來呢 妳就是有那個三千塊有沒有 那妳花完三千塊之後 他就會退妳三千塊 但是就只有退一次而已 那他存了這三千 我也是月底就要用完喔 年底就要用完喔 他還給妳的三千塊呢 他還給妳的三千塊呢 其實是沒有使用期限 你第一次那個花三千有沒有 年底之前要累積到三千 可是他三千塊還給妳之後 就沒有使用期限喔 就是隨妳用喔 那還要去遊郊 喔 這跟遊郊那個二選一喔 你如果已經去遊郊買那個帶的 就不能來登記這個了 那不然妳來登記這個 妳如果是改變心意喔 要去遊郊買去買那個帶的也可以 但是要想清楚 最終我們只能二千塊 那已經十千了 已經拿到消費券 三倍券啦 已經拿到就不行了啦 對啊 選一個耶 已經買那個帶的就不行 那不然妳如果要買那個帶的 來登記也可以 那妳登記之後如果反悔 又要去買那個值得 這個登記 妳只要去買那個這個登記 就會自動取消 喔 啊我來下啦 好啦 謝謝啦 啊 啊我辦好了 啊不然跟那個 我老公說他一般啊 那個 台北卡資格不符喔 嘿 喔我跟妳講喔 因為這個系統剛上路 所以台北市政府的系統裡 有些小小的BUG 就是有一些大概我們辦了 100張裡面可能會有兩三張 長輩的卡喔 在那個系統裡會抓不到 不過沒關係 只要呢 妳還是把資料留給我們 寫給我們 在那邊簽個名 我們回去之後 我會人工手動幫妳辦 好啊 這樣 好 謝謝 好 謝謝喔 以上的影片就是我們 收集整理了 所有我們經常會被 重複問到的常見問題 如果你家裡面啊 有長輩呢 需要申辦 進勞卡加碼1000塊的活動 或者是說呢 你家裡面有親朋好友呢 需要妳跟他解說這個活動 到底怎麼做 很歡迎妳把影片分享給他 讓我們呢 把我們的經驗分享出去 讓我們四名好朋友呢 都能夠享受到 台北市政府進勞卡 加碼1000塊的每億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下訂閱加小鈴鐺 第一時間收看最新資訊